我想我们会配合整个司法的调查 现在没有了解 因为我都在立法院 听到超司争议低调快闪 信口弹演变成涉胎问题 监察院进一步查出 续产会不止没跟超司签约 甚至连超司都还没设立营业登记就合作 超司是在前年的9月份成立的 可是我们的中央续产会跟农业部 竟然在8月份就把经费给他的 超司在报关税的时候 竟然短报了 一亿一千六百多万 这个有这个逃落税的问题 里面还有所谓的这个土利的问题 监察院报告曝光 农业部2022年委托中央续产会 鸡蛋紧急调度计划 上半年以前合约方式 请量采生物科技从日本进口鸡蛋 下半年却转向由超司 以现货购买方式进口 但续产会没签约 只和超司签了履约情形确认书 核对交易数量 甚至同个时间点 超司公司根本还没设立 营业登记 前前后后超司一共进口16匹 超过2500万颗鸡蛋 但其中有13匹 竟是量采报关进口 最终一亿8770多万 都进了超司口袋 谁下了这个决签前 但是当初两个人嘛 农业部的部长 当初的农业部长 陈其中 第二个续产会的董事长 林聪贤 北姐竟然昨天约谈的人 没有这两个人 对于超司蛋的案件 该查就查 该办就办 监察院认定 续产会采购程序有为师 农业部也没掌握市场 让5429万颗鸡蛋 放到过期 造成近5亿3000万损失 农业部督管不力 难辞其咎 前立委蔡政员更点名 问题不在续产会 而是时任农业部长 陈其中 因为超司而下台的陈其中 电话始终没接 但超司争议这把火 越烧越旺 农业部续产会都难逃究责 新新闻众口报道